香噴噴牛小排再搭配酥皮濃湯 打響20年招牌 老牌天母洋葱 今年以来积极往百货通路展店 准备新贵之路 终于27号以每股100元登陆挂牌 每年还是约大概有10家店的成长 这样子 就是都以百货通路为主 像海外那一个 我们现在蹲点模式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那一块啊 就是尽量能够找当地的 然后一起做那种区域代理 然后甚至跟他们合资合作这样子 对餐饮版图野心不小 天母洋葱老板人称五哥的卢俊贤 历经兄弟分家 被二哥拿下洋葱商标后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在餐饮圈做出成绩 前11月营收7.97亿元 超越去年水准 将力拼明年下半年上柜 渴望激励餐饮肋骨表现 左演员在于说 他是一个台湾来说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个股 那纵使目前的一个大环境 包含像是已经上市贵的股票 进行都要在一个整理阶段 但是其实我想也无外他整个竞争力 因为他左演员就是说他有特色 然后未来可能往这个吸进的方向 受到食安风暴影响 F美食网品瓦城 10月以来股价疲软跌多涨少 刚新贵的老四川 寒舍蜜月起缩短 只有摩斯汉堡 安心相对抗跌 市场期待洋葱新兵 能让餐饮股注入活水 单旭于城虎晴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